大家好啊 天气呢开始转凉了 之前真的太热了 最近的水果真的很便宜 上午呢我买了 十斤的桃子 还有五斤的桃子 共是十块钱就是2500克 下午呢我又看到个路边摊 在那卖火龙果 现在火龙果便宜到啥份上呢 十块钱七百 这可是郑州啊这不是南方 这不是像南尼这样的产品 带大家看一看 我说今年的火龙果真便宜 去年的话 我记得20年的话反正可贵的 十块钱两个三个 去年我也买了也可以 去年 去年也可便宜 就千两个贵 我记得2020年 好像再往前也可便宜 也可贵 反正就这两年好像产量大了是吧 满街都是卖水果的 像这还是卖寒蜜瓜的 两块五一斤 两块五一斤的桃子家有点贵了 然后这是卖葡萄 葡萄 葡萄 两块五一斤的葡萄 这儿给他排队这么多人 估计是打折了 卖牛奶棒 牛奶棒是 十块钱五分 应该是打折 所以他有这么多人给他排队 回去的路上看到有水果生鲜超市在卖桃子更便宜 一块五一斤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